Hi,大家好,我是马开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Hadoop 2.x,入门简介及生态系统 那介绍又叫HDFS 那什么是HDFS呢 它的英文全称是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 它可以运行在一般的硬件上 就是说是非常普通的硬件也可以 就那个X86PC是吧 通常说就是用X86PC 非常廉价 就是一个普通的电脑 它是一种分布成功性系统 那HDFS提供一个高度的测试和高通吐量的这种存储方案 这里说的是海量存储 HDFS已经在各种大型在线服务和大型存储系统中 得到广泛应用 那之前在Hadoop的应用案例中也说到了 国内几乎所有的大公司还有些创业性公司都在使用Hadoop 那Hadoop的存储就是HDFS 那已经成为各大网站等在线服务公司海量存储的实时标准 那这里主要是运到这个它存储 在后续章节中会讲到Hbase 实际上很多公司的这个网站数据啊 尤其数量很大的时候都会选择存储到Hbase中 那Hbase底层存储呢还是HDFS 它为网站提供了可靠高效的服务 那这地方呢说的是一些持久化一些存储 实际上一些热点数据呢 还是通过这种Redis MongoDB等等这种缓存的方式存储的 但它的持久化过程呢 还是在这种no circle 比如说这个Hbase随着大数据的时代来临 以及信息系统的快速发展 海量信息需要可靠的存储 那还需要被快速的防备 这种高并发的时代呢 让让人觉得信息的获取是非常方便 那它的背后呢 支撑的都是一些分布式的文件系统 比如说国内的淘宝对吧 还有京东这个电商还有百度 这些搜索引擎 它的底层全部是分布式文件系统 那之前我们一些传统行业 那它的通统方案都是在关系型数据库 比如说mysuckle 那传统中从此方案有些问题 就是说面对海量的数据来 我们最多就做一个分表分扣 就是将业务分开 把表化分为多个 通过那种一致型哈希 对吧 还有哈希算法做一个策略 然后找对应的表 查对应的数据 或者说分扣 就是说把数据送到不同数据库上 然后进行一个拼测 那在这个时候很难保证数据 的一致性 这地方有一个很多公司做了 分布式的关系型数据库 对吧 那它的这个事物是很难去操作的 那它的性能上来说面对大数据 还是很难做到这种快速访问 尤其出了问题很难就排查 那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公司还是放弃这种关系型数据库的 使用 直接使用一些能色口数据库 比如说HBase 近几年 这个信息系统确实发展很兴俗 那遇到了很多的瓶颈和障碍 以前就是做这个网站的时候 大多数人这个网站都会使用MySQL 然后因为它数据量不大 然后MySQL可以解决它的问题 但是随着数据的量子增加 那MySQL是很难去承受的 那可能它会换这种Sirco Server 对吧 还有Oracle的一些高价的一些数据库 但是GIOE以后 对Oracle的依赖并不多了 很多企业的依赖于这种方部使用性系统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HATOP本身发展如此迅速 它就是一个在大数据领域的一个实经师 对吧 它已经成功的就是接受了很多这种 可验 所以它拖映了出 成为一个标准 那分布什么系统的这种架构呢 来讲总体就是这样子 它首先有一个客户端 然后去访问 那这里有一个NameNode就是主节点 对吧 它去访问一个主节点 然后主节点通过一些心跳的方式去访问DataNode 就是它的子节点数据从处节点 对吧 那每个DataNode之间他们这种交换数据交换呢也是通过一种复制 对吧 比如说我第一次的数据从处先放到这个节点上 这个节点的数据呢再去发到这个节点上 那这种方式呢就是将NameNode的这种负载就是变小 而不是通过这个节点发给它再发给它 那这样的话对它的Io来说是非常的高 所以它的这种复制策略呢 我们后续会讲一下 然后如果出现故障 我们可以将NameNode的转化为一个SecondNameNode 对吧 这就是一个备份节点 这地方也说到备备 这里面我他们之间的通讯呢 通过那种RPC 对吧 运程过程调用 大家学过Socket的可能知道它就是一种心跳 对吧 实时的发生一些心跳 它的同时呢 以这种架构来设计呢 同时也是一种负载均衡嘛 就将这个数据的集中性分摊到每个机器上 对吧 每个机器相互之间又进行一个复制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一种负载均衡 HDFS呢 通过一种高效的分布式算法 将数据的访问和存储分布在多量的机器中 在可靠性方面呢 它实施的是多备份 同时可以分布式的去访问 一个用户去访问时就感觉它是在操作一个单机带服务器 就说它是感知不到它是一个分布式集群 就跟大家去淘宝 或京东上去购买一个商品 去搜索一下的时候 我们并感觉不到它是一个去其他机箱去访问数据了 就感觉它是在一台机器上去购买获取数据 速度很快对吧 实际上它的背后呢是非常多的服务器在支撑 以传统的这种存储架构来说呢 它真的是颠覆性 以前是很难做到的 那HTFS呢本身也有以下特性 比如说它有这种自我修复的这种能力 比如说出现一个问题 它可以自己修复 比如说文件丢失了 它可以自己去复制一份 还有就是任务执行失败以后呢 它可以进行一个重视 还有这种可扩展性 无需停机就是动态扩展 就前面说的那个 比如说加硬盘加机器等等 高可靠性呢主要说的什么 就是说一个数据盘坏了 数据丢失了 它可以自动检测并且复制 还有这种高通图量访问 比如说有10万个用户去访问 这个文件系统 它很轻松就可以将数据返回 所以它延迟非常低 所以它解决了这种高频发访问的脾气 还有这种低成本的这个存储 因为它存储在X86中捡普通的PC上 所以它的成本非常低 而且它还是分布式的对吧 所以它性能也非常好 那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呢 它采用的是一种层次化 也就是说一种竖状结构 它同方这个文件和目录 竖状结构大家前面也看到过 它就是有根对吧 还有这个树枝叶子界限这种形式 那文件内容会被分成不同的这种大块 它不像传统这种文件系统是有一个文件去存储 那它是以这种大块的形式进行存储的 那后续会讲解到 比如说是128帐对吧 一个大块 所以以这种方式呢 它的这个优势就在于海量数据存储 它一次性的可以读一些大的文件 那NameNode呢负责这个命名空间 就是这个数的维护 以及DataNode上的这个文件分块的映射关系 就是说一个大块的一个文件 一个大文件它被分成一些块 那这些块呢放在哪些机器上 它就是NameNode进行维护 数据呢是存储在DataNode上面 目前采用的这种结构呢 是每一个集群上只有一个NameNode 增加了一个三个NameNode 就是一个配分节点 然后一个NameNode呢 可以对应多个DataNode 那以及成千上万个HDFS客户端 一个DataNode呢 可以同时执行多个任务 这也是为什么它可以高并发这种情况下 去访问资源 那看一下HDFS的体系结构是什么样子呢 HDFS呢是一个主从结构 也就是Master Slave这种结构 主从对吧 有主节点和从节点 它与传统的文件系统是一样的 当然我这里说的是一个宏观上的一个一致 就是因为它是这个分布式文件系统的透明的 我们感知不到就感觉像是操作本地文件一样 可以通过目录路径对文件执行CiOD CiOD是什么呢 它就是创建 还有查询 还有这个更新和删除 就是数据库中的增删查改 那HDFS的机群拥有一个NameNode的节点 和多个DataNode之前也说了 那NameNode呢管理文件的原信息 那这里主要说的是一些文件大小了 文件名称了 还有文件存储的路径了 位置 还有这个修改时间等等 原信息呢 就是我们传统打开一个文件看到的一些基础的一些信息 通称为原信息 那实际上它没有真正的去存储真正的数据 真正数据存在哪呢 它存在这个DataNode里面 那客户端呢通过NameNode和DataNode这种交互来访问文件系统 客户端联系NameNode以获得文件的原信息 那通过原信息呢 我们可以通过文件的IO操作直接访问DataNode中的一些数据 以下是一个DataNode的一个概念图 那客户端呢发起一个请求 就去请求一些原信息给NameNode NameNode中呢就相当于查询了一个原信息 就会告诉客户端它的数据放在哪里 就通过这个比如说它放在这个节点上 客户端呢就可以去读取这个节点上的信息 就会把信息返回给客户端 那看一下NameNode的一个概述 NameNode呢是可以看作是分布室中的一个管理者 就我之前说的这个技术经理和程序员的角色 那NameNode像是一个技术经理老大对吧 它保存这种原信息相当于它上面有几个程序员 它的名字是什么对吧 它的工位在哪 以为这样 SecondNameNode呢是一个辅助的一个NameNode 它就像一个备份对吧 分担它的工作量 那它不只是做一个备份的功能 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定期合并这个 FisImage和FisIdTest 这就是说它会合并一些镜像信息 还有一些编辑的信息 比如说一段时间内我们修改一个文件 对吧 又删除一个文件 这些信息它会相当于一个缓冲 现在它这份保存之后呢 它它推送给这个NameNode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呢 它可以作为一个NameNode来使用 就相当于它是一个备份节点 那DataNode是什么 它是文件存储的基本单元 它将这个block块 那这地方说的刚才说的大块 就是一个block 存储在本地文件系统 Slave存储实际的数据块 就说这个Slave我说的就是从节点 从节点就是相当于DataNode 它可以执行数据的读和写 那对于客户端来说呢 它就是文件切分 NameNode进行交互 获取文件的一些位置信息 还有文件名等等一些信息 还有修改时间的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